因為這兩年前有一個 先讓我把生態保育生完了以後才出去尿好不好 那時候時間還沒有到嘛 還早了 一般只是所謂的男性沙紋 姓北 姓北其一其四 我告訴你 所謂的沙紋 基本上就是 凡是處於不經營的全力相互關係 都可以叫沙紋 他就是英文字翻過來的嘛 就是這樣 就像人家UncleUncle Uncle 什麼意思 就叫阿夫 不是啦 戲演裡面再演一次 再演一次 Uncle 在前世分配上 屬於不經營 屬於強勢跟弱勢之分 以弱勢觀點所稱呼的強勢 就是叫做沙紋 我好像又做另外一個幾次 好啊 再等一下又講 另外一個 但是意思抓準了就對了 當然是附潛 當然是徹底的沙紋 附潛結構就是這樣 蛤 哪裏 女性 所有沙紋 內代女性 而培養沙紋的筷子手 都是女性 我以前有一次演講 有一個演講就是講男女性 我講一半男生一半就跑光了 再講一半女生也不能接受 如果在女性系統的社會裡面 那你在母系社會 那個叫母系社會 那就應該是那個沙紋應該就是屬於那個 屬於女性 沒有錯 就擋過來了 但是以所有現金來講 百分之九十八都是男性沙紋 那其實台灣以前的感受 我們的原住民就是母系社會 全世界的人種發展裡面 早期幾乎都是母系社會 然後後來就反過來了 這個 所以像馬克思為什麼在二十世紀會那麼的興起 因為他把這種鬥爭 抗爭的東西凸顯出來 照亮了好像歷史上到處都在鬥爭 那其實不是只有鬥爭嗎 兩者的關係 A跟B的關係 如果對A有好處加 對B也有好處加 那加加叫做什麼 互利共生 對A有好處 對B沒有什麼關係 這個就是另外一種關係 對B是互的叫做什麼 競爭 不是競爭 叫做 叫做寄生 對一個有好處 對一個有好處 那不是把人家吸血吸走了嗎 這叫寄生 對不對 那如果對A兩個在一起 對A也沒好處 對B也沒好處 這叫競爭 生態學按照邏輯來 化分二的八個這個關係 那這兩者裡面 你也知道啊 其實兩者之間並不是只有競爭 也不是只有互利 那有的時候呢 再加上 這是兩個的關係 請問 加上第三者吸呢 第四個生物進來呢 第五個生物再進來呢 那種種關係組合的這個網狀 那不得了 好了沒有沙文女士 可以了吧 好 Any questions Yeah 內湖慈濟人機不要說了啦 慈濟找我幾次 好 親眼 我們來不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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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